腾讯7月10月2日训,76人继前赛第二战以120比114击败魔术,傅尔茨终于展现了投射能力的进步,76人主赛布莱特·布朗非常开心,他认为出手不再犹豫是傅尔茨进步最大的地方。 林书豪付出4分3助攻,老鹰琴蹄虎5号秀锦16桌,5负尔茨负尔茨,作为撞秀进入联盟后表现没达到预期,上赛季他一共只出手一次3分还没进,今年夏天负尔茨对投篮动作进行了调整,苦练了3分投射,同魔术一战,负尔茨终于命中那个人生涯第一个3分,他全场拿下12分,6篮板。 最近我感到满意的是他不再犹豫,他没有一丝犹豫,布朗说道,也许他无法百八百中,但是只要投篮机会出现,他就不能退缩。 这是一份声明,我觉得这是一份真正的声明,富尔茨也表示,他对自己的投篮信心更足了,他说道,夏天我付出了大量努力,进行了苦练,来让自己在投三分时感觉更自如,对自己的出手更自信。 这场比赛,我在出手时感觉很自如,我得到了机会,考虑到新赛季富尔茨,极有可能将单元手法。 他能否开发出外围投篮,对76人至关重要。 本西蒙茨没有投射能力,76人又需要来内线的乔尔恩比德拉开空间,若富尔茨远射更稳定,恩比德,西蒙茨得到的进攻空间也会更大。 此一,西蒙茨六投三中,罚球四罚三中得到九分,五篮板,七柱,攻,二强段,身手依然全面。 不过,西蒙茨还是没有在三分线外出手,如今富尔茨拓展了射程,西蒙茨却没有,他是否感到焦急,西蒙茨表示,不,我不会上场去投三分。 但是攻击篮筐,命中保球,才是我在努力打磨的,想要达到你的目标,你必须得一步一个脚一走,进攻端我还没接近自己的目标,但是我正在一点点接近,我可以落到地位,没几个人能拦住我,我觉得我突到内线几次,博取了几个犯规,这是我的强项,也是我的能力所在。 对我而言,打无球会很棒,从比赛看,西蒙茨的发球有进步,他的突破依然犀利,所以布朗并不担心西蒙茨没射程。 他说道,我不在乎,如果机会出来,他应该出手,我觉得富尔茨那些投篮都是机会出来了,所以他出手了,我没看到西蒙茨在机会出来时放弃了出手,他没射程不会对我造成困扰。 如果机会出来,在机前放弃,我希望他出手,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逃避出手,从一达到五。